新北市政府联合台北、基隆以及桃源 将在25号的时候进行联合灾害防救演习 届时将动员2028人次 157部车辆和航空器参与演练 规模盛大空前 透过广播系统学生可以做三样的避难 那这个是全世界包括日本、台湾 目前内政部消防署灾害防救办公室所推动的 第一个就是趴下 第二个找掩护 第三个就是稳住 那这样的话避免第一时间的掉落 那接下来当地震停了以后 才开始有老师做避难疏散的引导 我想建筑第一时间要马上倒不太可能 但是学生第一时间知道做掩蔽 实际上总比来了以后 马上会产生受伤是更好的 为了救灾资源的整合 新北市消防局将在3月25号的上午和下午 分别在明治科技大学内 办理北北基陶联合灾害防救演习 假想新北市发生最大震度7级的地震 造成板桥、新庄等区严重受创 因此进行多项演练科目 同时这次的演练是依据新北市消防局特种搜救人员 支援台南围观大楼倒塌的救灾经验来进行模拟演习 也将邀请韩国首尔市特搜人员参与演练 以更细腻的方式操演 借以呈现灾害现场实际应变处置的方式